大家好,今天分享一道香底米粉的做法 首先准备一块猪肉,把它切成片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加入一勺料酒 把它抓拌均匀备用 接下来准备5-7只的虾 先把头部去掉 再去掉虾壳 然后在虾的背部划一刀 把虾线取出来 全部弄好之后,再用清水把它清洗干净 然后加入一勺盐 把它抓拌均匀,放一旁备用 准备一块鱼饼,把它切成片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把菜心,把它切成段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块生姜,切成姜末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准备几瓣大蒜,切成蒜末 切好之后和姜末放在一起 准备一块碗,打入两个鸡蛋 搅拌均匀,备用 最后再准备一把米粉 热锅倒入多一点油 油热之后放入米粉快速翻炸 这时候米粉会快速的膨胀 然后把它翻个面 把米粉杂质有一点金黄色 就可以把它取出来了 沥干油分再放入盘中备用 锅留下少许底油 放入姜蒜末爆香 包香之后再放入切好的肉片 翻炒均匀 然后再放入鱼饼 虾也放进来,翻炒均匀 然后加入一勺胡椒粉 一勺白糖 一勺生抽 继续的翻炒均匀 然后加入一大碗清水 搅拌均匀 然后开大火煮开 煮开之后加入一勺盐 一勺鸡精 把它搅拌均匀 再放入切好的菜心 搅拌一下 盖上盖子用大火焖一分钟 一分钟后打开盖子 加入水淀粉勾芡 把汤汁熬至浓稠 汤汁浓稠后再加入鸡蛋液 边加入边搅拌 这时候就可以熄火了 鸡蛋会慢慢的变成蛋花 这样汤汁就做好啦 把煮好的汤汁淋在炸好的米粉上 一道香喷喷的香底米粉就做好啦 这样做出来的香底米粉 吃起来偶尔还会咬到酥脆的米粉 咔嚓咔嚓的香脆可口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